今天我不是阿姨 今天我是中年少年 等会给你做一个云朵面包 然后把上次做的那个虎皮蛋糕卷 剩下的蛋清做成芝麻和海苔薄翠 先做云朵面包 因为面包发酵的时间比较长 再敲一个鸡蛋 我面不冷 你让它打给它放出来 搅成团然后开三档 大约揉15分钟 出现这种粗毛的时候 把黄油加进去 还是先两档混合 然后再转三档 大约揉十几分钟 这款面包据说不需要 出很细的膜 但是我习惯性的 因为有厨师机的话 揉出手套膜也是很方便的 盖上保鲜膜 发一个半小时 20克玉米油 50克的蛋清 给你来揉吧 20克的牛卡糖 和玉米淀粉面粉 30克的芝麻 20克的海苔薄 搅匀了之后 放入裱花袋 纯芝麻味的 一个海苔芝麻味的 这个模具记得 一定要给它喷点油 我这个之前没有喷油 然后取不下来 我刮的你看 全部刮花了 稍微挤得薄一点 吃起来会更脆 170度烤12分钟左右 后面冰入的加热 网线里的加热 醒发好的面团 按压不会回缩 给它平均分成9等分 妈妈做面包 稍微给它整匀了 我喜欢我这个 这个是妈妈做面包 你玩猫费了 戴上保鲜膜 再松弛15分钟 真的好香呀 这个还没有冷 但是已经很脆了 你看 先给你尝一个 谢谢妈妈 尝一下看好不好吃 好吃吗 好奇 好奇啊 好吃不是好奇 好奇 好吃 好奇 吃 吃 算了算了 不学了 取一个面团 先给它擀成那个长舌状 然后两边给它对折 再继续擀长 再把两端向中间卷起 放一盘温水30度 二次发酵30分钟 筛上一层干粉 斜着划上十字刀 烤箱的最下层 160度 烤30分钟左右 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盖上吸纸 防止上色太适 今天烤的这个云朵面包 看着真不脆 撕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好蓬松呀 来看一下里面 面疯了 给它保存 第二天吃都不会硬 我去吃饭了 今天我家玩的旧爷爷来了 看看我不过学了多少菜 多热给你吃好不好 来 谢谢 好吃吗 好吃